NG 好 玩具TV第十六季 最後一集第十三集 今次要介紹的整個Walker姐有大半 天威勇士 好 盒子很巨型 兩邊有兩張不同的彩圖 旁邊阿迪可以告訴我 放在哪個位置 現在可以嗎 因為這個太大我們都很難表 看不完 重量 玩得最熟是你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 除了看玩具TV之外 Walker也有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我很高興 公司的負責人已經上來 介紹過一次這個產品 今次我們也嘗試 以一個用家的角度去看看 用家角度第一件事 要先給3300 非常懷舊的感覺 我覺得它在懷舊的紙托外面 再加上膠的吸塑蓋 這個想法不錯 完全同意 這個設計 反而不夠懷舊的感覺 以平面設計來說 哦 如果有看過 WalkerLong介紹也見過 因為今晚實在有太多東西 由Star Wars和Mandalorian 又會用Ironman 我真的要先拿出來 各位幫幫忙 顏色這麼漂亮 有兵器 劍狼用的兵器 配功夫用的兵器 不知道各位喜歡用 叫做功夫漢 還是配功夫 我真的叫慣功夫漢 好 因為 現在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馬上要拿走這些 阿嘉 麻煩 有說明書 嘩 你過不過份 這些都還未拆 嘩 真是新到 好 這裡有阿龍 還有一對直角 因為不同的人畫 是不是焦點在這個位置 是 不同的人畫 會有直角或是彎角 其實當年的動畫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期的自由度很高 不同的圓畫師 喜歡怎樣畫就怎樣畫 我們暫時介紹 未結合之前 給大家看 就先換了長腿的造型 這個就是合體造型 很簡單 拆出來 這個長了7mm 我度過 當初會比較帥 比較少的 這樣就很容易換 其實我當初看官圖 我覺得它的頭小了一點 不過現在拿的實物 都是小的 但又沒有看官圖那麼誇張 都很吸引 因為官圖是低炒的 所以你會覺得更加小 另外就有一個 是開了面罩的阿龍的樣子 不知看不看得到 嘩,好東西 很小的 是呀,開了很小的 面罩不能開的 就是一個關上,一個開了 兩個頭 這個就關上 這個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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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開了 人肉色比較淺了一點 很有神 很大隻眼鏡 我真是雞蛋女挑骨頭 如果真的要挑 我只可以說它的膚色太蒼白 是這麼多 但本身的面相五官 甚至對眼的疑隱 都很漂亮 好 既然拿了Bandau出來 看看十幾二十年前 和現在Propos的分別在哪 阿龍大了 你看 喂 差不多一樣高 不過我想先看看功夫看 你真是 坦白說 這樣比較是有些不公平的 因為始終Bandau這一件 十幾多年 十年 真的有十六 我反而不太知道Bandai 和合金雲的R版和初版有什麼分別 這個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撿了頭 一點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改動 很奇怪的是 Bandai的劍龍 劍龍 劍龍 就是一樣尺寸的 還有阿龍也不是差很遠 但是這個 功夫看 直接拉長了 是的 其實頭也不是差很遠 身形真的是 完全大張正己 可動性其實不多說 因為結合後才再看可動性 才能看到真章 是 好 首先結合之前 我又要跪在這裏 小心 小心 盡量鏡頭快 因為我自己來說 這個結合 躺下就比較容易結合 我們要更換 合體用的下肢 可動性實在 這個公仔的可動性 就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而且 我覺得 它動的關節 跟車後感人比 是差很多 它動的關節 是多了很多 多很多 很厲害 而且它的鬆緊度 控制得很好 以這個小公仔來說 很驚訝 它的鬆緊度 控制得這麼好 這個公仔 首先要擺好 類似被人掛蠟鴨的姿勢 就是這樣的 不是M字腳 而是M字手 它的前臂 這裡有一個關節要咬 然後這裡 很搞笑 要調轉大腿 大腿是要調轉的 而且腳跟這裡 就要這樣向前 這個就是準備結合的狀態 好 暫時先放在這裡 然後呢 這樣拍不拍到 這個呢 就要開胸口 開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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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胸口 腳呢 要這樣 反轉的 可能要把這個肩膀 調轉 這樣 因為我怕我搞不定 如果調轉 調轉了 我怕我搞不定 這樣呢 開肩膀 那就要把這個 好了 我們兩個醫生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我這裡還沒開 這裡還沒開 這裡有一個四方孔 就是我們 保持腳跟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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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轉很有難度 老實實 好 OK 應該 因為它的位置 真的剛剛好 所以你要放在這裡 看清楚 正面 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可以嗎 OK 然後我調轉 看看這位置 對嗎 因為可能會 差一點點 就不能拍攝 但是呢 一適合 是沒有難度的 怎麼樣 阿德哥你在這裡玩什麼 其實我覺得 有些地方 很想跟觀眾分享一下 你說吧 趁Walker 正在玩劍龍和阿龍 那時候 為什麼天威勇士 這件事的可動性 這麼棒呢 真的要讚一讚 就是ProPlus本身 就著關節的設計 我現在就特意把肩關節拉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 sorry 看到這個可動 是靠在旁邊這個金屬支架的直軸 將它可以向上移動 至於水平軸 就是在這裡有一個 即是激韻式關節可以移動 都是金屬製的 所以很穩陣 聽到聲音嗎 當然 其實本身它這個位置 因為要遷就劍龍放下去 它不可以有什麼可動 它就將那個 即是手肘的左右 就把它放在 手肘的關節上 而手肘關節也正常地可以有這個位置 做回這個可動 它是超過90度的 而前面也加到一個橫軸去轉 變成它可以做到很多很獨特的動作 包括巧手 雖然它本身可以裝了一隻劍龍進去 也不會影響到它的可動性 所以 前臂可以減輕 真的很好 可以做很多姿勢 沒錯 另外本身 你不要小看它的腰 它的腰也有考慮到前後動的 我不敢說它的幅度很大 但是它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已經感覺到那種誠意 當然 橫轉就純粹 不會靠下面腰和這個接觸位 就會在胸下面偷位去轉 我不敢說這個轉會很漂亮 但是起碼 它也可以轉到 也算是腹肚太 是啊 左右而已 但是你連前後也有這個 真的驚奇 腳 同樣地我特意抹開了 你可以看看本身它的金屬關節 向外動 就靠這個金屬軸 前後 就靠這一邊的金屬軸 它很巧妙地把兩件東西分開了 所以無論動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加上前面這個前甲可以向上拉 側巾也可以動 變成了 根本也不會有什麼阻礙 所謂真是說設計 雖然它只有這個關節可以動 但是它有做到一些凹位 變成一樣可以超過90度 好 好了 好 好 可動性我不逐一介紹 詳情就去看我自己的影片 我現在快快地把它結合到配功夫裡面 因為其實看可動性 真是看最後的大結合才能看到真相 是 我有少少東西想 合體的時候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你的劍龍 劍龍 劍龍 還有大腿是要這樣啞開的 老江湖 少少 沒錯 我知道你會這樣說 老江湖的姿勢 這次 約兩 大家都明白了 然後 然後 配功夫 就要這樣打開它整個新的東西 嘩 好性感 這個位置 肚子 大腿 兩邊 上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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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擺開 就放進去 好了 我嘗試再 同樣的姿勢 劍龍 也是要 買出這個掛蠟蠟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突然間看看高了多少 對 有一個這樣的狀態 厲害 難度最高的就是這個 塞進去那剎蠟 如何遷就位 我檢查一下那個 不好意思 我放在這裏 我檢查一下那些位置 對不對 首先你就要 所有的洞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這個工序 我覺得是 是啊 其實是的 變了 最重要的是腰位 我覺得是 應該是進了 應該是進了那個 身 還是腳 有幾個位置 是最關鍵的 就是這個膝蓋 這裏 我嘗試一下 這個位置 要插進去膝蓋 這個卡位 以及腰部 先壓進去 我看看位置 準不準 我想問 什麼叫 彭山買紅仔 聽不到 彭山買紅仔 是一個 彭山買紅仔 彭山 彭山買紅仔 是嗎 不懂 那些是揭頭魚 那些嗎 你按好之後 放膽地按進去 就應該沒有什麼阻礙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又想問一下 在組合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容易刮花呢 始終會有的 是 始終會有 有哪些位置要留意一下 我自己覺得 我玩久了 就似乎這個 因為這個裙甲 上面白色這部分是上色的 因為你始終會刮到這裏 玩得多 腰帶會有垃圾 劍龍的腰帶 最重創 反而是劍龍的 在寬骨那裏會結合 會有少少掉色 現在龍夾進去劍龍 那時候有沒有什麼 那個就沒有 那個就沒有 會掛掉色 還有一個位置會掛掉色 現在大家看到 已經進去 你只要調好位置 就難度不高 功夫按 我要進來了 接著就 差不多這個次序 就是 首先 腳先 接著大腿 對 這個就是先扣腰帶 需要用少少力 高炒 看不看得到 不好意思 好 這個有些難度 好 另外一處會脫色的 玩得多會脫色的 就是這個位 本來其實有很多地方 就在裏面 即是內坑 對 這兩個格 對 未必會很顯眼 不過有時候 它未必拍得很實 不好意思 這個我也要 因為它的底色是白色 對 所以你磨多兩次 你的紅色就會脫光 就會變成白色 真的白色 其實這個開始 有少少 有少少掉色 其實就是在裏面的 垃色的位置 這個就要用少少力 就不是難的 不過你要用一下力 即是它是一個扣 所以你一定要放膽 按一下它 它就會白色 暴力又出奇跡 另外那個 要看到對得正不正的 就是這個位置 劍龍的肩頭 對得正 如果你對不正 就蓋不回那些 手瓜 那些甲 再講一次 基於背光和本人老花的關係 給少許時間 這個距離是看不到的 看到的 是 這裏可能要 這裏可能還未拍完 還要看一看 這個位置 對 還有做錯一件事 是不應該用這個拳頭 不過應該都可以 看看 我看不到 這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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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最後一個 這個也是要用少許力的 其實我看到設計師本人 他也是硬硬按下去 但其實可以這樣 接著就是這樣 聽我卡一聲 聽我卡一聲 好 適合 這個我可能入得不太好 拳頭頂著 是嗎 可以了 聲音很老餅 好 我自己 首先就說了 讚你剛剛都讚了很多 扣造 其實有幾個問題 就是 他 有些地方沒得息 剛剛說過 還有 他的可動手指 可能會鬆 但是這一隻 就似乎沒事 一點事都沒有 即是你的手指有事 我的手指有少許事 中指和第二隻手指 是的 會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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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用波裝的 因為他的波裝的 杯 好像做了淺了少許 但是 Post Plus 方便說 如果你有問題 他會換給你 拿了火之後就檢查一下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知道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因為他的手指沒有劍 就要換造型的手 這是他們的設計 對 但是他這個可動手 有一種做得很好 就是他知道 因為要做功夫形態 是的 你也留意到 他在伸直的時候 是比其他正常的可動手 是捲很多的 這個要加分 這個要加分 所以他知道你會擺放功夫的手勢 即是葉文或者李小龍之類的手勢 你看到這個沒有問題 我玩來玩去 他的手指也不會掉 但是他可能有一部分的師兄 會手指有問題 就要拿去換 這個我很喜歡 他的前臂 他這裡玩了一個可轉的轉動 但是他這裡是彎的 所以你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造型 這個也是 而且他本身 切這個位置 你怎樣扭 切得好 都可以遷就到位置 每90度就剛剛好 很棒 頭部都是可以拉向前 哇 這個很害怕 他是給你摘下頭 是 等你可以看到 例如你放在櫃頂 即是你放在櫃頂的時候 他看回來 你都會看到他的樣子 是 但不要擔高了 擔高就反而濕陣少少 那可動性剛剛都說過 那我不多說了 那總之結合了之後 是完全和未結合的時候 的可動性是一樣的 哇 厲害 那這裡也有個防鮮 其實很坦白說 這一集 我真的 depends on 我玩完之後 那手指才決定買不買 我決定買 所以有師兄也問你 有沒有訂到 我沒有 我沒有訂 足夠運好運 我要追後 還可以有配另一道 直角 也要換把劍 David幫我換 我自己喜歡捲角 我也是 我覺得捲角比較漂亮 那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沒有 有師兄會覺得 你摸上去 你看到和合金雲比較 他的外殼就不是合金的 他所有的合金都在關節上 但是多數的殼都是塑膠的 對我來說 沒有所謂 我現在 我年紀大了 我以前是很合金控的 是 我現在發覺我家 譬如十幾二十年的收藏 死得最快就是有合金那些 即是那些表面 起泡泡 起粒粒 那些 反而全膠那些 就很好地地 當然不算會滲油那種膠料 真的不得不說多一點點 真的 人家追著你的鏡頭 我以為你擺放有型的姿勢 是 即是 怎麼說呢 其實 你以前那些合金 你真的不會說有這麼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完全不需要考慮這個安全的情況 但現在那些 真是 抱歉 即是你無法給我以前玩合金的感覺 他這個玩具的構造 所以 我寧願交好合金 你不要交太多東西 他這個玩具的構造 是給了那種驚喜 是好像我小時候第一次 玩變形金剛 即是那種感覺 即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玩變形金剛 即是Diaclone那隻變形金剛 那麼 手動轉 在我一邊玩的時候 我爸爸也說 嘩 現在的架子 即是你老兄叫架子 現在的架子 真的 車子怎麼可以變成機器人 今次玩這一個玩具 就有那種感覺 即是那種 嘩 可以這樣 是的 可以這樣 我覺得它是一件玩具 不免有些地方 因為它實在是很緊合 即是那兩三隻機器人 它們結合的時候 是很緊的 即是那個 我不是說插的時候很緊 而是它合了下去之後 它是貼著的 所以變了 譬如很多時候 分體結合 分體結合 你可能不免會弄花些地方 要不要介意 因為它真是一件玩具 就不是Metal Build 不是Hot Toys 它是一件你要拿上手玩 才知道價值在哪裡 對 你放它在盒子是沒有意思的 我想說很多玩具放在盒子 都是沒有意思 如果大家玩的時候 不太熟悉 就給少許耐性去玩 因為它們的位置 有些位置實在太突然 你不可以很心急去拿出來 或者其他東西 有機會會弄難 這件玩具 所以真的要有耐性去玩 所以是要小心一點 我玩就沒有問題 我自己玩就沒有問題 唯一有些位置會花 要接受這件事 就可以很享受它當中的樂趣 最後我想說一說 大家可以留意 本身每一個位置的線條 都真的想過度過非常大張正幾 連背肌、手機曲線、大腿曲線 真是男人的浪漫 所以我沒有補充這些錢 要給 林昔之前看一看 有師兄說可否爆地 應該就不行了 因為他始終的比例 不是那種可以爆地的比例 大腿這麼短 我覺得他是可以爆 不過大家留意 他小腿的長度 跟身體差不多 甚至更長 所以根本就擺不到大腿 縱使你是多過90度也好 你是沒有可能可以做到專地的動作 還有說一件事 因為他始終這個機械人 是一個俄羅斯公仔的玩法 變成他那些關節 和你一般玩開的機械人的關節是不同的 最好是理解大腿是怎樣移動 因為他的動法 和你平時其他玩具的大腿的構造是不同的 例如你要擺大腿 其實你是這樣 然後向前 再扭回旋轉 你便可以做到擺大腿的動作 他不是這樣可以一下子 不是波障 不是波障 所以剛才我為何要刻開肩關節和大腿關節 就是希望大家在玩的時候 留意每一個關節位的順向 你才去扭這隻功夫看 你爛的機會就會小很多 和玩牽直鍊一樣 還有踢腿的時候先扭起裙甲 先起裙甲來踢腿 然後再拍下裙甲 因為他的裙甲也不是太鬆 還有他有附送一個很特別的配件 是要用來做甚麼呢 其實當你將它分體的時候 你便可以將它拆在前面 然後把它打開 那便不會太容易刮花 然後如果你要把劍龍拿出來 因為它進去比較緊 它便會有一個組件讓你拆進去 將劍龍的腳便會踢出來 不然再試一下 放我站過去不用擔心 看少許這件事 首先要放好腳 然後揭開它 五百多萬人在那裡 然後把它拆進去 這個其實我沒有用 推回他的腳出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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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怕刮花 我初初都沒有 我眼大看過龍提的說明書寫得不清楚 我初初都不知道 但有這個是好用很多 好呀 因為它比較緊 所以如果你這樣拉 是挺難拉的 所以都挺貼心 他會送來裝備給你 那大概差不多 Kaven我看到你的留言 其實這些有很多因素 大家支持別人是收到的 就是我看不到他說什麼 是呀 除此之外 剛才說過那些 玩的時候就 盡情玩 盡情玩 你不要太想慣 刮花這些路 是呀 他不會刮花得很緊要 但始終就 不算影響外觀 是呀 因應價錢 我始終明白 你當一個玩具的價錢 是這麼便宜 三叉幾 你會想很厲害很厲害的玩 但我覺得這件玩具 三千多元的玩具 總之就是 一件重拾童真的玩具 你真的要玩那個構造 很高評價 是的 但我憑你這一句 給錢 好了 這段時間到這裡 好 待會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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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